奇了怪了 这些材料我都收集齐了呀 怎么还是合成不了 哎呀 你还在担心合成配方失效吗 还在怀疑自己真的会玩MC吗 快来我们MC脑洞所瞧一瞧吧 可乐 把这个人给抬出去 哎呀 老东爷你别打广告了 一天打十字广告 我家队北老王都会背你的台词了 好吧 有那么夸张吗 奇了怪了 凭什么不给我合成啊 难道需要的不是糖 而是小月的面粉 小月 你面粉借我拥有 干嘛 去美妆啊 嘿 我就奇怪了 这个叫做躲避的东西 出来啊 你到底想干什么 有一件道具 可以极大幅度增强我们的存活能力 我想拥有 小妹妹小妹妹 来看你们的身上工作吗 哦对哦 嘿嘿 我的天道 我怎么没有想到这点呢 小月 你真是个天才 哎呀 看嘛看嘛 看一看又不会怎么样 小月 你有空吗 可以帮我把这个人抬出去吗 没问题 哦对了阿牙 我给你热了一碗新的食物 你尝尝 嗯 这一头黄色的什么呀 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就那么奇怪啊 没有没有 我喜欢的很 来 让我看看这个到底能不能合成出来 我的天哪 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哎呀哎呀 咱们附近的野猪好多啊 他们都拱我 拱得漂亮 能不能做一点防护措施来保护我一下 我真的顶不住了 你不是挺厉害的吗 我一个画画的 哪都那么多战斗的东西 哎 对了 哎呀 哎呀 你还保护我啊 小月 小月你在哪 家里中田呢 怎么了 哎呦 这都快让你玩成新路股物语了 快把你的斧子救拥有 妈给你 今天修好的再款给我啊 我手里的钻石符你先拿着 我随后就来 你要干嘛呀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这是为了脑洞君好 阿杨 你真是我的好兄弟 首先 我们需要一些上等的木头做材料 有了小月这把降魂铁斧子 砍树简直不要太方便 然后将木头像我这样摆放 就能得到一种叫做篱笆的道具 那个平地锅怎么做的呀 可乐 我也不知道呀 脑洞君 你不是说你怕野猪拱吗 有了这件材料 保证野猪对你无从下手 哦 这是什么 好玩 嘿嘿 禅说中的橡木篱笆 用来防身超好的 我真的是太感动了 当然 脑洞君 你要是觉得还不安全的话 我教教你 你可以把甘蔗这样排列 摆成一个飞镖的形状 这样就能得到一种 类似于铁吉利的东西 这样撒在地上 就可以当作陷阱用来防身了 我去 我踩在这上面疯狂掉血 没错 不过这个东西啊 需要用多大量的甘蔗 有空的话 你自己可以向小月请教一下 如何种植甘蔗 多做一些铁吉利用来防身 哎呀 我真的是爱死你了